中医有数千年的传承可以流传至今的方子 也多是有着过人之处既安全又有效 今天医生就来给大家分享五个中医的千古名方 不肾、养血、益气不论男女50岁以上都能用得上 首先第一个方子滋肾第一方六味地黄汤 有不肾滋阴的效果 它的前身是医生张忠敬的金贵肾气丸 那么对于肾音不足、虚火内扰 引起的身体怕热、心情烦躁、易怒、手脚发热、口干舌燥 但喝水却不解磕 以及晚上睡觉的时候容易出汗 有不错的效果 第二个方子补血益气第一方 当归补血汤 我们常说气血足百病消 气血是人体生长的动力能源 如果你平时容易出现头晕眼花 看不清东西 怕冷四肢发冷 身体时不时的容易出血汗 有时候还觉得手脚发麻 肢体麻木 这时就需要补气阳血了 那么第三个方子造势化痰第一方二尘汤 痰湿为万病之手 体内有痰湿 人就容易生病 特别像是结结增生肿瘤 就很容易找上门 如果你平时容易出现肚子胀气 嘴里粘腻 舌便有齿痕 舌太厚腻 大便没有形状 总觉得四肢沉重 容易感到疲惫 这就需要造势化痰了 第四个方子 养血安神第一方 酸枣日汤了 现在由于社会环境压力大 很多人都容易失眠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总觉得心情烦躁 胸口闷 时不时的还容易出现心跳加快 心慌 稍微有点动静呢 就容易被惊醒 这就需要养心补血 安神了 第五个是健脾和胃 第一方 似君子汤了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身体营养的补给站 如果你平时呢 容易出现肚子胀气呀 消化不好呀 没有胃口呀 胸闷呀 气短呀 不喜欢说话 大便膝 容易捏马桶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补补脾胃了 那么同时这个方子呢 临床上可以用来治疗慢性胃炎 胃溃疡等 然后就需要补补脾胃